人黑 电影都是这样演的 每次都去掉 掉的时候 就是都看不清楚 不然就模糊 我们不能让这样的事情一再发生 是不是 当然呢 不是每个幼儿园都是这样的 这个损坏的画面 或是那个珍贵的画面 到底是怎么样 虽然说呢 我们知道影像不一定是真相 但是这个影像 总是能够在适度 必要的时候 能够发挥最大的功效 我想请教一下局长 太多的家长有跟我说过 不只是托婴中心 是不是幼儿园 也来纳入这个建制这个监管云 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跟议员报告 目前我们的阶段新任务 就是说幼儿园的部分 因为都还没有法规 因此我们是鼓励 大家来设置相关的 可是你的鼓励 要有户户 如果一直发生这样的事情 如果又发生了 如果全面设置的之话 我们下一阶段就是设置相关的监管云的部分 我也承认就是说 当发生这样子的一个事件的时候 监视器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佐证 无论是对家长来讲 对远方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一种相关的保障 是 局长我们一步一步来 现在是连每一间都没有 全面都有监视器对吗 是 你都没有监视器你怎么去监管云嘛 所以我 所以我们应该是先把全面 我觉得鼓励是不是太慢了 那你鼓励他一改 他如果跟你说 嗯 我再想一想 我再看一看 那这样我们要怎么处置 根源报告 你看我们呈现的资料 我们鼓励还是有效的 每年都有持续的一个增长的部分 因此请给我们那个援所跟老师跟家长所有的时间 我想我们这方面会来再大力的一个宣导一下 谢谢 好 谢谢局长 我想呢装设监视器 其实不只是让 比如说我们想要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发生了一些我们不喜欢看到的事情 可以来调阅监视器 但是对于园方方面 我也必须替所有的教保员 每一个教保员都相当的有爱心 有耐心 我们家里两个小孩都已经摸到要嘻笑了 他们每天那么多小孩 所以我想这其实是三方面的三营 对于学生家长 就是孩子这边 还有对于园方 还有对教保员本身 所以这样的一个 希望说我们托婴跟幼儿园 而且是不管公司力 都要来建置我们的监视器 未来呢能够建置我们的监管云 我想这是所有家长的期望 请局长一直要往这个努力 往这个方向努力 而且要加快速度可以吗 是 谢谢 好 谢谢 再来我想请教一下叶局长 我们的电动桩 因为本席呢在去年前年的时候也有提过 希望说我们从2%到10%把我们全市的一个充电桩 能够再提高所有的那个现在 不能改善 过去克服务 的 Virgin me 练 Zak